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很恐怖 所以你找到一个好客厅 第一个是玄关 然后第二个是要有一个安定面 是看电视 然后最后呢 就是阳台 就是如果说这个房子是有阳台 千万不要乱打 因为我刚刚讲说 坐像东南跟西北 如果说这个房子 那你这个就不能够阳台外推 你以为阳台外推增加使用空间 事实上 我们先讲说房子 谁卖的很重要 如果你遇到自出客的房子 它持有时间超过十年以上 十年前房价都比较便宜 所以它卖多少 等于是就是 它要赚多少 是它自由心证 我一招就是那个 跟屋主伴奈的一个方法 怎么伴奈 你这整天 但是如果是投资客的 不一样 那你说这种房子怎么杀呢 选好日子 什么叫好日子 就是你 欢迎来到小宇宙大爆发 生活烦恼帮你音音即发 大家好我是盈婷 选举结束了台股继续的低迷 你会说这世界好像没啥改变 手上有点现金 你可能现在规划我要怎么理财 有些人说那我就投入存股 有些人说 其实这个时间点感觉可以来看个房子 我不瞒你说 我身边就很多朋友真的就在看房子哦 这个时间点买房子好不好 那这个时间点如果你真的有刚性需求 你必须买房的话 有些地雷你要好好避一避 今天我们针对这样的话题来好好帮大家分析 邀请到我们导演我们死卫哥哥 欢迎大家好 还有我们海莉刚买一年的房子 我从阔瑜变成有颗蝗牛了 恭喜贺成交 而且我很羡慕哦 他的这个实际可使用品数是80来平 大家猜80来平要花多少钱 等一下算给大家看 而且好像感觉离物门不是梦 我们也可以买房 有颗一组 海莉家的格局我们也来帮他评分一下 刚刚有讲到全壮50几坪 房间好多 所以左半部这边过去 这里是一楼平面 然后右边这边是夹层 夹层上面有三个房间 然后两个厕所 然后楼下这里 其实这里大门一进来 客厅这边就挑高4米2 客厅跟餐厅挑高4米2 然后其实都很大 我的客厅沙发 然后到看电视有4公尺多 所以我电视要买到快80寸 很爽 对 我前面也可以跳just dance 可以跳舞 做瑜伽都没问题 然后后面这边有个大餐厅 餐厅后面连接的是厨房 然后从客厅这边往后 其实有储藏室书房 甚至还有我的运动间 虽然最近荒废了 上面那个哑铃都灰 可是真的有运动间 然后我自己呢 是使用一楼的这个卧室 它是一个套房 卧室里面这里有整排都是衣柜 我全部的衣服都可以挂起来 我都不用折 我觉得很棒 然后厕所里面这个就是我自己 私人用的 外面是客用厕所 然后我觉得比较 我自己不喜欢的就是我的晒衣区 我晒衣区比较算是办室内 然后加上宜兰又很潮湿 所以我在晒衣的时候 我都要弄厨师机出 然后有时候真的是 厨师机满水了忘了到 那衣服都会闷闷臭臭的 就是要变成我要洗衣服 要刚好那两天都在家里 有空的时候我才会洗衣服 绝对不是我懒惰 一定要把那个水倒掉 对啊 就是刚好满的时候赶快倒 不然除了不敢 那宜兰那种闷闷的衣服好臭 然后从这边就是楼梯上来 就连接我的二楼 二楼这边有两个厕所 然后这里也是一个套房 我规划成是我的客房 我朋友来他们都住这一间 然后中间有一个比较方形的卧室 它虽然是一个电影间 对 还有电影间 没错 没错 然后最左边这边是电竞房 还有电竞房 里面有四台电竞桌机 我们可以对战连线 没关系啊 它等到以后结婚生小孩 就不会这些啦 就变正常家庭了 有没有 就变成说什么小孩房啊 女儿房啊 什么 那个庸人房啊 差不多 我可以试啊 但是我跟你讲 它那个储藏室就八平了 光储藏室就这么大 就比我以前在台北租的房子大 觉得很感人 其实这房子女大于男 所以你买房子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这房子有男主人的话 男主人会被你压到底 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房子其实 我觉得最舒服的是餐厅的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餐厅其实蛮漂亮 蛮大的 所以如果说以后你有钱改装 现在可以把这个餐厅弄成 像那种五星级饭店的餐厅改 你这边就是一个家的最重要的地方 因为客厅是一个穿堂过去的地方 就是客厅不会待多久 就进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这个客厅变得不是很重要 所以重点还是说 这个房子一楼就最重要的是餐厅 那通常餐厅是以女生为主 所以女主人为大 买得好 赞耶 好那其他就是等你有钱装潢的时候 再重新改装一下 因为目前已经将就有用嘛 你可能都没有 比如说什么采光啊通风啊 目前都没有太多考量 像你说你不喜欢晒衣居 其实它改成比如说高窗 就会有自然风进来 或是制造对流的两边窗 那个都可以有一些技巧 让风进来把你的衣服烘干 对都有一些小技巧可以用 因为他说他现在已经装了五台的除湿机了 就房间光是你晒衣服那边放两台 晒衣服放一台 可是它是大功率 其实在宜兰就是这样 因为就是会很耗电这样 所以你必须要依着房子的做一下 你去重新找设计师重新装潢 你会得到一个很舒服的解释 但是有些房子是雷格局哦 你买了之后 我给你讲这个不但气韵会不好 今天死位风水老师 带我们看一下 Mobile 有些真的是雷格局哦 以后你要卖每人要买 不然你想要看哪些地方 因为格局这么多 你考考我好了 有一些重要的地方 像我们一进去客厅 第一眼印象很重要 然后我的卧室 我要住的很重要 厨房我们就是虽然不爱做菜 但是就是反正说贤惠的样子 它也很重要 好 我们看客厅 客厅 大门开在电视旁 还有阳台进出客厅 这什么意思 现在很多小二小三房 是现在流行的东西 就是两间小房间 或是两间 就是很小都对 那这时候你要留意是说 如果说这个主桥面太短 我们想想象 客厅是来看电视用的 客厅是有客人 你全家在这边集合用的 所以这个如果说你是单身 像你就算 不重要 你回到家也不会在客厅看电视 对 那可是如果说你是有家庭 两个人三个以上的话 客厅就是凝聚家 最重要的 你如果不想要妻离子散的话 你就有一个好客厅 真的 因为有很多人 因为客厅买不好 妻离子散 就是你的客厅 因为你回到家 像这个是好的客厅 你回到家 就这个客厅不好做 然后坐在这边觉得很小 在那边吃饭很挤 比如说台南有一个知名的YouTuber 他的客厅挤到 他那个通道 没有 只有一个小腿宽而已 然后当然他买了一个那个桌子 可以伸起来吃饭 可是要是我回家 然后只能像螃蟹一样走过 走进来之后 然后坐在沙发上 我根本就不想要回到这个家 这个家太小了 所以这个客厅好 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家庭的话 客厅很重要 大门通常在客厅旁对不对 然后进门口 好的客厅你要找到一个安定面 所以进门的时候 一个玄关决定一个客厅的好不好 那玄关放什么 就是鞋子嘛 所以各位少女不要梦想说 鞋子放在卧室的更衣旁 因为那个有钱人就是衣橱隔壁是鞋柜 对可是一般正常的鞋柜在大门口 有钱人那都是收高级的鞋子 那么一样收藏品 四川而已 可是正常就在这边 可是很多的房子 尤其是样品屋新房子 没有这一块 这一块只是摆花摆漂亮而已 然后你就觉得 这放在他后面 也就到时候 最后你的鞋子都只能放在电视下面 对了乱七八糟 很悲惨 然后会是说藏在沙发下面 我有看过 对因为有些沙发底下是可以放盒子 底下全部藏满鞋子 然后甚至这些走道全部放满鞋柜 你家都是鞋子 然后进来都很臭 那就逼迫说鞋子只能放在门外这样 好 所以你找到一个好客厅 第一个是玄关 然后第二个是要一个安定面 也是看电视 然后最后就是阳台 就是如果说这个房子是有阳台 千万不要乱打 因为我刚刚讲说 坐向东南跟西北 如果说这个房子是朝东朝北 那你这个就不能够阳台外推 你以为阳台外推增加使用空间 事实上 这边包含朝西在内 这个阳台都可以种满植物 或是种满什么风铃 防风铃什么的 让你阻挡风 或是说现在台北都很紧密 所以你可以种一排植物 让邻居看不到你的内裤的颜色 所以这个阳台很重要 你知道吗 所以你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好客厅 那如果没有这些情况 就是烂客厅 那再来卧室 女主人的卧室很重要 所以我的床头 墙面的后面一定要注意 还有厕所的马桶的对床 对着床 就是位置不对 就是你这样 那个一回头 回头就看到床 看到马桶 对太近这样 因为我有看过那个摸得到马桶的床 的房间 房间这么小 很近 因为台北房子很贵 你知道看下去 你就知道什么房子都有 就是头后面有什么很重要 因为常常头后面是 你会觉得咕嚕咕嚕咕嚕 头后面是厕所 不管是你家厕所 还是别人家厕所 头后面有厕所呢 只要有人上厕所 或是洗澡 就咕嚕咕嚕声 你就睡不着觉 那有时候你管道间 有些键商盖得很烂 他把管道键做到这里来 你就感觉会滴水 滴大滴 滴粪水 或是洗澡 就会很很大声 楼上洗澡 你就睡不着 然后还有从后面不要有电梯 因为电梯就会 咕嚕咕嚕咕嚕 咕嚕咕嚕咕嚕 那种奇怪的声音 都从电梯出来 你三更半夜想好好睡 头后面 绝对不可以有这两个东西 然后另外你说 头后面对的侧 对的马桶又是马桶 其实很多小宅 都是这个床头这个门 直接对往这个床头 这是很糟糕的 只要是对床头都不行 马桶对床头 那如果说你家 因为这种格局真的很常见 不要以为有厕所的主卧室就是爽 那你如果床头 那我可不可以对过来睡啊 我不要睡那一面啊 你睡这边也不行 你睡这边不是对门吗 那我如果侧面呢 我脚对马桶 脚对马桶 可是头后面有窗啊 很怪哦 就不行啊 对啊 就不行啊 有时候是格局没办法改的关系 那这后怎么办呢 你只好用门帘 用很长的门帘 几乎到地板那边 把这个门挡住 然后第二个是呢 里面 马桶上面放一盆 长青的植物再加LED灯 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的原理 把你的臭气把它化解掉 我怎么觉得 我好像风水老师 对有点像哦 好像谢老师 我们应该当了一个 应该当它就是一个不好的晦气 对它不好的晦气就很糟糕 对因为像这样子的卧室 非常的常见 对尤其是空间真的不大 然后你看到马桶 这就比较不好 所以卧室我们可以避开一下 那再来就是厨房了哦 厨房啊什么叫做一键穿心啊 厨房对厕所不好 这两个 一键穿心很常见 就是只要 有没有落地窗 厨房 然后经过你的阳台或落地窗 这个门 就会制造出一个风的效果 所以你每次只要 有人在那边进进出出 风就很轰了金桃 然后灰尘就进来 进到你的那个 你在煮的那个汤 或是菜里面吃进去 立了烙散 我没有想到 我觉得通风好 不是这样子油烟比较会散吗 厨房油烟啊 如果真的超灰搭 比较好散 对啊超灰搭就直接飘出去 所以你客厅都超灰搭 啊对耶 因为它是流通的 对啊 然后呢 你就是这样风很大吹吹吹吹 你瓦斯舞就熄掉啊 你就是瓦斯中毒 全家死光光啊 哎呦佩佩佩佩佩佩佩 我是说真的 我是说真的 所以这时候你要买 不是 不是足弓业配 你不要乱业配 对 就是只要有这样一剑穿心 都是不好煮破产身体不好 如果说风水上 或者说自燃上就变成这样 然后你在煮饭的时候 觉得风很强其实很不舒服 所以你的冰箱的菜容易坏掉 表示你身体又不健康 我真的没想到影响这么大 我真的没想到影响这么大 对风墙其实是很糟糕的情况 尤其是厨房 所以这叫一箭穿心 那怎么办呢 那你只好就是说 比如说煮饭的时候 绝对不能开窗制造对流 厨房的门一定要关起来 我把它阻断对流 对 阻断对流才能够制造安全的 然后像这个 有时候我们讲说 一箭穿心破财格局 你坐在这边 然后什么菜位过来 好臭就跑掉 也是有可能的情况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新陈屋 也有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太夸张了 这个是厨房对不对 后面是个厕所 厨房后面是厕所 30年前很常见 30年前的老公寓很常见 我们老家就是这样 真的厨房旁边就厕所 哇所以里面在做蛋糕 后面就做蛋糕 一起做蛋糕 超微香头 对 里面煮咖喱 后面煮咖喱 所以以前的时候 肠胃都不太好 不是还有饶虫 蛔虫 什么虫都有吗 你是就卫生问题 在讲这件事 不是这个就是天然 自然的问题就是 因为味道的关系 别人家的味道 会直接到你家去 因为管道是互通 是 对 所以这个通下去 就直接在煮饭的时候 会对身体产生 不好的影响 对 因为我们不是想说 我们就很爱干净 或是我们厕所在那 我不去上就好 就是他的管系是相通 所以楼上的臭味到你家 是概念 啊你在厨房哎 对啊怎么办呢 所以这种房子 建议不要买 可是我前一阵子看到 高雄一个新城屋 还是做这样的规划 新城屋 这个不流行了吧 根本没有人注意这件事情 知道吗 投资客盛行的时代 那我们不管这个 他觉得买了 对啊买了就买再说 反正你也不会注意到 而且像你讲 你就不煮饭 那不煮饭 你根本不注意到这个 对啊 或者是上厕所 去外面的厕所 不要上这个厕所 那这个厕所 还是有别人的味道 但我可以做点改变吧 比方把这个门封了 侧面开吧 你只能这样 这边开门 关门就是这个风 或者是说 你只能够24小时开灯 然后放个绿色植物在这边 吸收那个臭气 用植物的光合作用 其实只能做这件事情而已 然后那个排水款 你要改成那个房臭的 对不然到时候 这边的蟑螂会是 特别多 对啊 蟑螂会从那边出的 不单单是卫生问题 还有健康问题 还有风水问题 有点晦气 对不对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遇到这种雷格局的话 你如果去看房子 但房子你都可以选 什么一切都好 就是有雷格局的话 我们自己知道方法破解 可以 那当然我们就要去杀架了 就算他没有雷格局 也是可以杀架的 现在这个时间点 来一次位 我记得半年前我去看房子 那房仲的态度啊 让我真的有点受伤不舒服 利尔盈婷 还对你这样子受伤不舒服 一步就是不需要我啦 小姐你不用光明 再见再联络 你要杀架不要来烦我 哇塞 哪一家 哪一家 快点 不要乱害我 那现在这个moment不一样 因为现在的这个 比较不是卖放市场 我就觉得房仲态度好很多 周末常接到 还有满满的简讯 要我去看房子 好 这个时间点 是不是杀架好时间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哦 其实这个时间点是做功课的好时间 然后杀架的话 狠狠出于到有些屋主的确会先 跑先赢 真的先跑先赢是赢 因为你要知道台积电从 670摔到500的时候 这时候有人进场 还是你想要跑掉 对不对 然后500一直到400到300 对这个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 那目前呢 因为房价还在往下走 因为美国还在升息 对所以大家都知道 你也知道我也知道 你也知道 所以等于说 这个时候呢 你当然是有些屋主愿意说 好啦 我哪里跌倒就算了 我股票赚回来就好 所以是可以出狠狠一刀的时刻 那至于要多狠呢 超狠的 我们先讲说房子 谁卖的 谁卖的很重要 比如这个房子通常是自住客 或是投资客 就这两种嘛 不是住很久了 南北就是投资客 那如果你遇到自住客的房子 它持有时间超过10年以上 10年前房价都比较便宜 所以他卖多少等于是就是他要多赚多少 是他自由心证 就像你的房子一样 对 海里卖我 海里卖我 对啊 就是所以这时候你但是如果他愿意卖给你 真的是小女孩 原价我真的是赚到 漂亮 好啦我就全卖给你 反正我不缺钱 对啊 所以你遇到这种屋主真的是太棒了 对 然后所以如果是遇到那种 一般的那种三办两厅 然后是那种自住客的 你就要装乖 好 那个叔叔好 那个我跟你10年前一样 我们现在还在打拼 我一个月薪水就5万块而已 可是我们知道说什么什么 你要做一个外学生 给那个屋主知道 对 这个房子我们真的很喜欢 然后希望你可以帮助我们成家 对 我们需要生小 我老婆肚子很大 这样子 我们现在一个月薪水 就是你可以用那个 首购好青年 对国家有贡献的感觉 让屋主感动 动机疫情 对 对 然后这时候屋主 算了 好啦 就随便给你 帮助年轻人 对 帮助年轻人 偶章一点 对啊 你跟我儿子一样 这样子好了 以后你就是当我儿子 可以 还多了一个甘霸这样 真的 因为真的很多屋主 他后来 有一点钱了嘛 然后他只是寂寞 因为我有一招就是那个 跟屋主帮暖的一个方法 怎么帮暖 你这整天去照顾他 你去看房子 带小礼物 好贴心 真的 很奇怪 你去买房子 不是你带小礼物去看他 因为如果你发现是那种 老 老 有一点年纪的 小孩子都不在身边了 他很寂寞 他很寂寞 就说 那个姐姐 不要讲阿嬤 不要接近 靠近海利 阿姨 阿姨 我跟你讲 那个我小时候怎么样 阿姨 你儿子在哪里念书 阿姨 阿姨 阿姨要不要来当我媳妇 不是 对 真的 你就去跟屋主去跟他交朋友 交到后来 他房子都可以送给你 我是说真的 因为有这样的案例是说 最后就用很便宜的价格 卖给他 就是当年价 因为他卖多少就赚多少 他只要不要赚而已 可是很多屋主很有钱 就像你叔叔一样 他好几个房子都先住在那儿 他只是照顾我 照顾我 可是如果是你是个叛逆少女 他才不照顾你 对啊 他看你乖乖的啊 失业真刚开始 在这边再谢谢叔叔一致啊 不是我是说真的 而且你的叔叔 你们家的关系是好的 才会说 要不然亲兄弟名算都是这样 没错 但是如果是投资客的 就不一样 因为投资客上来就是要赚钱的 没错 他才跟你什么年轻上进 对啊 那你说这种房子怎么杀呢 选好日子 什么叫好日子 就是你股票拿起来看 今天是大跌还是大涨 如果今天股票大涨 千万不要给他出价 因为他就觉得 哦 送啊 他是气烟囂张的 不缺一阵一点 对啊 不缺一阵一点 走开 反正大家 可是如果说今天股票大跌 他知道大事不妙 他必须要卖房 需要点现金 对 尤其是他如果被套牢 他被追缴的时候 有人出价就投销 哦 其实投资还是很有趣的 对啊 所以要看屋主 人性 人性 真的 所以你去调他的成本 其实伯东坦说明书 要去看 这上面看成本就 至少就是屋主的持有时间 前所屋主持有时间 这就可以拿来判断说 到底等一下怎么出价 然后啦 杀价 十二登陆七八九折的杀价法 什么叫七八九折呢 好 十二登陆的 十二登陆的低价 打七折 打八折 打九折 当作你的出价 等一下 十价登陆的低价 低价 低价还打折哦 是的 七八九折 我还以为能够买到低价 我都要好累笑笑 没有人家看地区 十二登陆 这是你的出价哦 然后再一点一点加回去 因为溢价 对不对 这个房子如果一千万 你当然不会一次出一千万嘛 你因为出个八百再慢慢拉 正常嘛 房子是这样 十二登陆的高价 都是假的 对 或者是说全部含装潢 所以高价不要看 我们看中低价比较合理 那七折呢 是在抛售区 比如说像林口 比如像新庄 这些那种房子 根本都卖不掉 我看一开始 本节目一开始就讲那几个地区 如果你没有看的话呢 等一下回看一下 我再看两次 对 七折当作你的出价 十二登陆的八折 一般的房子 一般都打个八折 然后再慢慢加 目标呢 是九折成交 好 十二登陆的九折 当你出价呢 就是Apple物件 因为总是有一些社区 难得释出 好一年就拿出一件 像你们这种社区 还有游泳池什么的 对 那那个房子真的是秒杀了嘛 所以你就拿九折当作 你出价 这一点点你加回去 目标呢 就是我们像七八九 目标是八九零 八九十 对 实际上这八折是你的目标价 那九折目标价 实际上那种低价 因为我大概在一年前去问的 我开跟实际上登陆 一样的价钱 人家就连理都不理我了 那时候就是房价上早的时刻 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不一样 这个时候都不一样 好像最后 瑕疵嘛 他喜欢找瑕疵 对不对 其实瑕疵是这样 因为大家就觉得 闲货就是买货人 可是闲得一门不止 屋主也不爽 对 其实屋主都知道 他房子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只要指出说有这个缺点 他心知肚明就觉得对啦 你找到这个问题 那比较有用的方式是 方位 屋矿 比如说你的房子漏水 那个廖小姐 你这房子漏水啦 你如果说漏水烂死 我才不要 你打个巴刺我才收 没有人要理你 对 他就说廖小姐 这房子有点漏水 我们可能需要一些钱来维修 那屋主当然知道嘛 那个对不对 这个朝北宜来那么潮湿 你看我的那个厨师机 一个两个月都要八千块 对啊 这房子隔壁那间呢 不用啊 那个潮南的那个比较好 对不对 当然知道 你那你也想卖给我 这样子嫌 就可以比较容易达到一点折扣 那学区呢 要注意的是 因为现在少子化 很多地方都没有学生 所以旁边如果学校准备倒闭了 其实你看教育部都知道 只要有被点过敏的 或新闻有讲过的 用力狠狠砍下去 就是那边学区要消失了 不再是加分题了 对比如说好 我们举例淡江大学 淡江大学有被点名吗 文化大学 蛤有被点名吗 你知道淡江文化 今年这个学期少了一两千名的学生 一两千个学生 哇很 很多耶 很多耶 对啊 然后你说东海 东海少了很多 这种传统的大校 像辅大就没有少 可是文化 那淡江 其实大家觉得闲远 或是说有些科技招不到身 就只好倒垫 但是要买房哦 拜托拜托 大家放下你的执念 放下你过去的 觉得一定是怎么样的迷思哦 有些迷思必须破除来 来 最容易说实话的死卫哥哥 赶快吓吓大家 不要再骗自己了 对 其实大家买房子 通常都会选说 哪里赚比较多 嗯 没有人想说我要住 哪里 想说哪里赚比较多 哎 你哪里 很多网友问我说 哪里可以买那里 其实他想问的就是 哪里赚比较多 那我跟他讲说啊 去淡水好了 淡水一瓶十几万 不要啦 那很冷啊 那我们去买那个永和好了 不要了 那很挤啦 那我们去买新店好不好 不要我不熟 你到底要买哪里都不知道 所以重点是地缘关系 就是你今天工作在哪里 娘家跟婆家在哪里 还有你熟悉在哪 这三个地方就是你 你只会在这个三个地方买房子 工作在哪里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南港 所以在南港工作 所以你就在南港买房子 或是南港附近 周遭你可以认可的交通距离 娘家跟婆家的距离是说 比如说你以后会生小孩 然后小孩子要去脱婴的那个距离 就是小孩子丢到你爸 或你妈那边 然后再去上班的距离 就是这样的这个 这个距离就是你可以买的地方 可是因为常常就是会有那个 其实婚前或是婚后 就要思考这个问题就是 小孩子到底要给哪一个妈妈雇 然后你就是选择哪一个 那通常就是一人一半的中间 我就是这么做 你这么做 瑞智 这样子两边都不得罪 对不对 好然后再来是你熟悉哪一个 比如说像我是文化大学毕业的 那当年其实到现在也是 我觉得住文化 住阳明山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 因为毕竟我觉得那边很好 那但是我们退一步想 其实那边 撕的要命 贵的要命 生活技能又没有 可是如果说我们熟悉那个地方 很多就是为了熟悉而去买这个地方 然后交通便捷 有捷运就是好吗 这个是很多新手的错误决得 你买不买捷运 捷运 我有时候会搭捷运 如果我买在捷运附近的话 我房价至少以后我要卖 不会太差 那你租 你租房子也租捷运吗 租房子一定啊 会觉得很有潜力 尤其我之前租房子 然后还没有车没有机车的时候 会觉得说有捷运最方便 好是 其实捷运在目前为止很多地方是贤务设施 为什么 有意思说很多人比如就是为了捷运去买房子 然后买了房子就发现 哇附近乱七八糟 比如说我有个朋友 他租房子租在板桥的捷运站附近 那你知道捷运站人很多 然后就是环境比较乱 有一次他差一点被追杀 因为那个地方就很乱 然后他逃到后面的公寓 然后门关起来的时候 那个小偷突然冲上来 撞他们的时候 你给我开门这样子 他吓死连夜搬走这样 是哦 就是如果你想要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就不能够坐在捷运站旁边 因为捷运站旁边 体会是一个方便 可是深夜的时候 那边容易比较乱 比较危险 对 比较乱 然后第二个是说 现在很多地方捷运很糟糕 这是高价 比如像内湖啊 台中啊 还有高雄是轻轨在路上跑的 对对对 动不动就撞到车 动不动就小孩子跑去捡球这样 所以高价的话就有噪音的问题 像内湖本来是很好山好水 然后捷运高价一概 所有人的脸都黑了 因为捷运就在我从面前经过 还可以嗨嗨这样过去 一个闲屋的设施 我就经过这家人在吃午餐 啊 挖皮靠 啊 不行啥 这样就这样过去了 怕怕去睡了 对 其实我们做捷运都会看外面啊 对啊 所以捷运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很好事 可是就不要有迷思是说 非捷运不可这样 好 再来 钱是很重要 自以为存够钱 这个是很糟糕的 就是 我有一个朋友 他买了一间房子 然后呢 我朋友是一个妈妈 买一间房子 要用他女儿的名义登记 因为他有好几个女儿跟小孩 我想说为什么找大女儿登记 大女儿比较好 用她的名义登记好了 因为她儿子好像没什么工作 想说大概贷款不容易 结果大女儿也没讲话 等到房子要在过户的时候 去对保的时候才发现 大女儿信贷200万 还欠钱 然后她想说妈妈大概不会知道吧 然后就买房子要过户的时候 一定会调查你的收入 对 完蛋了 所以妈妈只好再拿个钱 帮她还信贷 然后她的房子才能够贷款 但是呢 重点是买房子要知道 自己真的多少钱 口袋多少钱的数字要算好 不要说大概有多少钱吗 不够我妈给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 结果你妈可能给最大部分 你只是付个20万 所以这个钱要算好 第二个是贷款 就是我觉得年轻人 尤其是那种刚出来工作几年 不要乱买房子 你要先去银行去问一下 你的资格够不够 可不可以贷到一些款 比如说你有学贷 你用过现金 你要用过循环利息 那个贷款都会贷不好 海力你贷款OK吗 还有像我个人 我就是自媒体 然后我在银行 银行看我 他就是觉得我是一个小白 我没有薪资转账记录 我没有固定薪资 所以那时候我买房子的时候 我申请了五家银行 然后过两家 过两家 有过两家 对 然后那时候 利率比较高什么的 对啊 就是比我朋友们 听到利率还高 然后我自备的投资要比较高 他们才觉得OK 我想说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刚开始我觉得 因为我买中古屋 他们可能想说 这个东西可能在宜兰啊 他们看来比较不值钱 地点差啊 房子烂啊 但他们之后是说 因为我的信用 就是他们那个分数不够 所以他们就是觉得 这样真的好像不行 你有没有哭啊 你有没有哭 也是没有 只是那时候就问了五家 我想说至少也过个四家吧 所以这时候有两家 对啊 登登 而且数字还破好看 我就安慰自己说 我海力呢 没有人带给我 你不看我的美貌 差点打电话 跟爸爸借钱 没有 早上借一下 那时候就想说 我没有人是想说 就刚开始这样 然后之后我安慰自己 是想说刚好是宜兰 然后他总价比较低 然后希望说之后可能 就信用累积起来 之后可能台北的啊 新北比较贵的 再让我多带一点 以防换防 对其实很多YouTuber 或是一些自营商啊 包括你做摊贩的 因为没有薪资证明 对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自己 自创薪资 等一下这可以破解 可以 请自创薪资 这就是 怎么自创 写下来 快点写的没 写的没 写的后 就是你每个月固定 存了一个 钱到你的某一个户头 比如说你想要在A银行借钱 就每个月固定丢个 我们举例10万好了 那银行丢了一年 银行就认定说 你有一个月10万的薪水 等一下 我用自己的账户 会给自己账户10万可以吗 可以 你确定 可以我肯定 可是他只要制造一个 就是你每个月有10万块进来 这个银行固定进来 但可以花掉 可以花掉 但要花掉一定要花掉 这是你的薪水的意思 对 那如果你存2万块 你薪水只有2万块 2万块买什么房子 不行 对 所以你要存个 比如说5万块 数字要够漂亮 对 或是说因为你 你房子如果想买很贵很贵 那也是你的薪水就要高一点 就是你制造金流 银行就制造你有个薪水 所以如果你是做 那个这种 自媒体 对啊 什么的 你可以这样试试看 摊商 因为其实你是有income的 你也没有在骗银行 你会每个月如实的让他知道说 我每个月进账都会有这些 非名牌不买 尤其是那种当初找那种很厉害的设计 是不见得好 第二个是找 你听过的建商 比如说啊 那股票上市贵呢 好像比较稳哦 我跟你讲 不会吗 我告诉史卫哥讲的 8不推有8间 我不推建的建商都是上市贵 台湾十大建商有8间是烂的 8不推哪 8不推 老家丰益 昌益 茂德 远雄 日盛生 然后 远日盛 新式新妇法 这些都是 都听过 这些都听过 而且都是很大型的建商 但是他们的房子都很恐怖 所以你不要说 这个是那种很有名的建商 台湾第一大建商 跟没听过没摆 这样 很多人会选择有牌的 可是有牌不就是给你盖到一片烧掉了 死在里面的工人 或是说那个房子盖好就漏水了 你知道在我的那个脸书啊 那个创下短时间到300万点月的那个就是一个刚盖好的房子就马上漏水了喷泉的罩 很惨 知道吗 所以你买名牌呢 你以为他会给你得到保固 对 公司会给你保证 一直给你修 所以你买到一个一直修的烂房子 所以我是逻辑上就是不要迷思在名牌上 你还是要做你基础的判断 那这不代表说非名牌 你就觉得他这一定在 就没有 对了 所以我们眼见为凭最重要 那小心买房子 乱听老人言 你知道其实有一次我去某台上电视 然后隔壁做了一个名嘴 那个名嘴就说 啊我跟你讲过十位啦 原计划我就跟大家讲啦 坐在乡水啦 贪钱没人知道啦 那个头发很少那一个 哦哦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然后我想说什么 坐在乡水 坐东向西赚钱没人知 我跟你讲 方位不是这样看的 我们先跟你讲就是 今天都不用钱 你找詹老师要六万块 看本节目都免质 坐像是这样 你只要看 通常住宅我们看窗户 最大灭那个窗户 然后这个方向呢 就是朝向 所以比如说这个方向朝南 那就是我们坐北朝南 坐哪里不重要 这种是朝的方向比较重要 朝的方向 那这样是怎么样呢 就是如果你在北部地区啊 尽量不要选朝东跟朝北 南部地区尽量不要选朝西跟朝南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北部啊 东北季风 有没有啊 各位有没有看新闻啊 所以东北季风南下 现在冬天的时候很有感觉 对不对 你这个窗户就非常的冷 啪啦啪啦响 你家都容易漏水跟避癌 因为很多地方 像宜蘭地区 很多朝东北的那个房子都很惨 还会返潮 对那反常是夏天 然后冬天呢就是雨水一直打进来 所以你家就容易漏水跟冰 好那真的是广寒沟 那中南部地区呢 朝南西南向的话 朝西太热嘛 对不对 西晒很恐怖 那个水气从海 我好像讲气象台 对对对 我也拨过一点气象 你拨过气象是不是 好夏天吹西南气流嘛 你还这样是不是 然后直接带上来 好带上来 所以你在南台湾就这样带上来 然后就到你家了 因为你的坐向就是欢迎他光临 对然后那个湿润的暖空气 从海上过来就到你家 所以夏天朝西南会返潮 拎到就要一直准备很多除湿机 除湿机 可是除湿机很耗电 你家电费费多少钱 6000多 除湿机5台 哎呦 我觉得电费其实是很麻烦 我每天回家第一步骤 惨猫死 倒除湿机的水 哎呦 然后大家检查一下 有没有 对啊 就是很麻烦 6000多 我一个月才1000 我两个月才1000多哎 哇 你真的好 不是不是 我觉得坐向挑好就差很多 也可以省下这很大一笔 很大的钱 那一年 哎我们一年就差多少 一年就差5 5000才12 6万 没有乘以6 乘以6 因为两个月一次 对对对 可是宜蘭 3万块 那宜蘭你不开除湿机 你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你的这些东西啊 外套 吃的水溝 这些东西都坏掉了 好这时候我们业配不是 除湿机出来 没有宜蘭其实你只要坐向挑好 就会少很多 对 你就不要挑朝东北的 好 然后最后一个呢 现在去买房子 不论如何去买房子 业务都跟你讲明年一定涨价 嗯 他有说错吗 请问 他搞一搞明天的涨价 不是他有说错吗 因为一直在涨啊 我跟你讲 那个一直在涨 没有一直在涨 有时候你买的房子 为什么当你要卖的时候 就是卖不掉 比如说我举例 好 不要泡我 我讲的是真实 林口 馆长的房子够不够厉害 嗯 好他那个房子已经跌了8年了 嗯 到现在还在跌价 嗯 然后还没人要买 大概网路上呢 有家 家家大概有100间的房子正在卖 嗯 你知道 你就直接套林口去看 那附近的location 然后有哪些的物件 这么多 这么多 有100间呢 好 館长够有名吧 对不对 好像不这样挑错 然后你说像新庄啊 像板桥的某些地区啊 其实房价到现在还在跌 比如说像新庄 你以为新庄有 有有有捷运 两条线有很了不起 三条线很了不起吗 没有 新庄很多社区到现在还是跌 跌到后来一坪 只要40出头 就可以买到 40出头的 没住过的新房子 啊 不是中古的 不是中古哦 哎呦 而且还有还有 可能还有游泳池啊 那个雕梁化洞公社很漂亮的那样的房子哦 只要一坪40几万 所以这些房子 你已经经过了8年10年还在跌 还没有人要买 对啊 那不代表说房子一定涨啊 你说你今天拉个30年40年 房价涨的是没有办法吗 因为那还有包含通膨在里面 可是短期内如果现在说 明天我跟你讲一定涨价 现在不适用了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认知会 大方向看整个房市 整体房市一直在涨 可是你要注意你买的 它是一个区段一个区段 每个不同的location 它的条件状况不一样 不是整体房市涨 你就跟着涨哦 你有可能掉底顛管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海力的啊 因为他在去年买 今年快满一年了 那死卫哥哥不要变态用力哦 我们来评测一下 不要让人家掉眼泪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海力的啊 因为他在去年买 今年快满一年了 那死卫哥哥不要变态用力哦 我们来评测一下 不要让人家掉眼泪哦 海力的房呢 总价花到610万 610万高兴哦 610万 可是在宜兰市 然后那时候自备款 其实是210万 10万块是定金 然后它屋邻 因为那是旧社区 它屋邻已经31年了 比我还年长 那我就想说 至少里面维护的OK 然后外观维护 我们社区还有游泳池哦 就还不错 你有用过吗 没有 我不会游泳 但我想说那时候就看啊 全壮屏数它有57.74屏 我还有一个坡屏的平面大车位 哇 赞 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 然后重点是我那是绝版品 4米2挑高楼中楼 所以我实际可使用的空间有到80屏 80屏 我以前在台北租房子 大概8屏 8屏的房子 我就变时间换空间 我就回宜兰 然后回到一个很大的使用空间 然后里面格局有5房 4厅4位 有一个车位 然后房屋条件 我就是算华夏的一楼 然后挑高4米2的楼中楼这样 四位哥哥还可以吗 听起来梦幻逸屏啊 还行吗 接下来我也买不到 还行吗 还可以啦 我觉得重点是在那个高度利用这件事情 因为你 所以我们就不要讲合不合法 我们讲说一楼的挑高4米2 感觉就是舒服 所以其实 其实一个这么高的空间 其实蛮够你用的 没错 对那当然小缺点是说 因为宜兰一楼嘛 一楼什么虫都有 什么真的 一楼什么东西都爬进来 对你刚才讲说什么 什么变蝸牛 还是变什么 我们家超多蜈蚣的啊 我都可以弄蜈蚣酒耶 因为我们家有两只猫 我每次开门一进去 我想说这两只在玩什么 蜈蚣 这么大只 Oh my god 但是他们两只都会把它抓到 然后弄死 所以还OK 你应该养个鸡的 对 对 鸡可以走蜈蚣 八十几瓶可以用一个鸡场 所以其实你们如果蜈蚣多 代表你们那个土壤是好的 真的吗 所以是好事哦 是好的 所以你可以重一点东西在里面 我真的哦 所以重一点 果树啊 或是青菜 其实会长得蛮发的 原本看到蜈蚣很怕 就很 那蜈蚣很肥很大只 其实蜈蚣只会在 比较低污染的地方 所以有一些那种被污染的土地 是不会有蜈蚣跟蚯蚓 哇 你遇到这个东西 当然很恐怖啦 所以我是说你 你那重点东西可能就可以解决 不然你附近看一下 可能有一些水源 可能会比较潮湿 对 对 然后另外猫咪呢 因为有时候蜈蚣会有毒 所以不小心 对啊 我就很怕他们受伤 所以你要做个结界 结界 一楼可以做个结界 怎么做 对啊 好就是 施阀吗 不是就是 你如果是一楼 因为我以前住过一楼 什么蟑螂 什么老鼠一大堆 很恐怖 最多是阔鱼 就是没有壳的瓜尼 我还没看过阔鱼 对有人就觉得快要疯掉这样 所以你在一楼四周就是 你要保持干燥 然后经常在你的一楼 外围撒上石灰粉 石灰粉 你如果真的好像在施阀 我是说真的石灰粉 对那如果说你遇到说 家里某个地方的蟑螂 特别多的话 因为你可以放那个蟑螂 吃回家都死掉 那个地方表示 你一定是比较阴的地方 那个地方要保持干净 跟干爽 因为一楼有时候会遇到 有化粪池上来的部分 所以它的臭味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你一楼那里 你先觉得 那你这点臭 你就把它注意到这个事情 然后那个排水管 排水管要改一下 就会至少比较不会那么臭